我們來比較這兩個數的大小 我們先比較,因為這兩個都是正數 我比較它的平方 這個平方等於多少 這個平方是6加14 6加14 再加兩倍的根號多少呢 6乘以14 這邊的話 平方又是7加13 加兩倍的 7乘以13 我們發現 這兩個數相加 等於這兩個數相加 所以這個就消掉了 那現在就比這兩個 比這兩個的話呢 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就是說 你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的話 它總長度是20公分 那20公分的話 那這是A這是B 就是一個線段 我把它分成兩段 然後兩段相長的話 相當於這兩段呢 一個是長一個寬 有一層的這個面積 他們之後就是說 周長固定的話 那你要呢 尾的面積的話 當它的這個邊長 越靠近的時候 它的面積越大 比如說這兩個數呢 越靠近的話 它成績就會越大 這兩個呢 比這兩個靠近 所以這個會比這個大 也就是說 6乘以14 這兩個加起來是固定的 它會大的 有什麼 沒有 這兩個比較靠近 講錯了 這兩個比較靠近 所以成績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它會小 有什麼 小的7乘以13 不然的話 你可以稱一看 這個的話 這個6是24 這84 這90幾 這是91 這比它大 因為這個比這個大 所以這整個數 比這整個數大 兩邊開放以外的話 這個也比它大 所以你這個開放是它嗎 這把開放是它嗎 也就是說這個會比這個大 所以它是這個比這個小